我们的修学不但要做到顿能俭奋 鲜血存产 还要做到幸运念佛 求真净土 祖师告诉我们 在末法时期 我们生活学习的大环境不善了 实在讲我们的福报比不上过来 不要以为我们物质文明天天在进步 超过古人太多太多了 但是精神的动物 非常可怕 这个精神 生理的染污 非常严重 所以这一点物质文明的受用 我们付出的代价非常惨痛 实在讲得不偿实 那么这是共业 无可奈活 我们身在这个时代 要不随身 没有路可走 这随身理念要有智慧 所以印族告诉我们 道场不要当 需要道场 在一起共修的人数 最好是定在20个人 不要超过20个人 道场 道场小 都更少 开销少 容易维持 决定 要学古来祖师大德 道场是释放道场 不施子孙庙 不施子孙庙 受放道场 真正志同道 想念佛 想求生进土 有这样的认知 我们志同道合 大家在一起共修 互相谨策 互相勉励 他真干了 道场 他决定不化育 不做会 做会就是现在讲的做法会